身为国产大飞机三舰客之一,万众瞩目的AD600水陆两栖飞机,也参加了刚刚结束不久的第十二届中海航展。 作为全球在沿着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,AD600已经顺利完成了陆上与水上的起降试验,各相信能均达到设计指标。 相信在过不久,该机将有望正式交付,并担付其海上旋轮、搜救、物资运输和灭火等任务。 美国加州爆发山火凑巧的是,这几天,有个国家,爆发了毁灭级的森林大火,已造成至少50人死亡。 大约人失踪,这恰恰是和AD600大显身手的场合,而这个国家不是别人,正是美国。 美国加州的这场杀火被称作敌热式火灾,致报到了因受大风影响,其最快时的蔓延速度可达到每秒一个足球场。 尽管美国多支消防队动用了包括多架飞机在内的灭火装备应对火灾,但至今无法阻止火事蔓延。 美国灭火飞机喷洒灭火机,美国消防部门采用了灭火飞机,主要由老型号的运输机改装而来,比如伴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C47和C69等,以及采购自加拿大的CL415和CL215。 这些飞机不是太老就是太贵,在长时间灭火的任务中,无法做到持续出动,而且还有着一个共同的缺陷,那就是太小。 直升机能携带的灭火机更为有限,不论是美国用老飞机改装的灭火机,还是从外国买来的装备,他们的机舱空间都极为有限,无法容,那足够的水货灭火机。 因而,其一次投撒的区域和灭火灭机,很难有效控制住火式发展,在此次加州山火面前好似飞水车薪,俄罗斯的别二百水陆两栖飞机,又美媒提出,可向俄罗斯紧急购买,或足有别二百型水陆两栖飞机,该机的尺寸与灭火能力,由于任何一家美国消防部门限制的飞机。 但考虑到了当前的美额关系,这个建议能实现的可能性估计不大,无论如何,对于此次灾难,美国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,国产AT600水陆两栖飞机。 不过,这祸意味着我们的AT600大飞机有望出口了,相比起处在制裁环境下的美额关系,我们同美国还保持着相对正常的经贸往来,未来不排除美方易采购民用装备,唯有上门求购AG600。 毕竟其天生就是世界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,且在设计初时就考虑到了灭火任务,只看美国人是否愿意放低姿态了。 从目前的进度来看,AG600有亡于2022年交付使用,届时是否会向美国出口,那就要看我们愿不愿意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